我们看西游记会发现 打妖怪的时候 孙悟空经常请神仙相助 实际并不一定是自己的实力 不能打过人家 而往往是没有好的法宝 大部分的妖怪并不能在自身实力上碾压孙悟空 多是与孙悟空打成平手 这样问题就来了 自身实力就能与孙悟空占平了 再加上身怀法宝 孙悟空就分分钟被秒了 拥有法宝的妖怪 基本都与那些神仙和佛爷们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这些神仙和佛爷们拥有法宝最多的 无疑是太上老君 不说其他的 就说孙猴子的那根如意金箍棒 本来就是太上老君的 书中说如意金箍棒 本是太上老君也练的神铁 名号叫定海神针 后来被大禹借去治水 用来酿水的深浅 后又落入东海龙宫 孙悟空泛游海外学成仙法后 到东海龙宫讨要兵器 这才给了他 如意金箍棒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只是特别重 所谓一粒将实惠 兵器重在打斗中是很占便宜的 但西游记里 却没有多少妖怪死在这根棒下 兴许是这根铁棒没太大的用处 所以太上老君借给大禹之后 也没打算要他还 猪八戒手中的九尺钉把 也是得自于太上老君 孙悟空收猪八戒时 对九尺钉把的介绍就说得很清楚 是太上老君亲自动手 借五方五帝 六钉六甲之力 一四十八戒 总之是花了不少力气才锻炼而成 本来叫上宝庆金把 是一皇大帝镇丹阙的宝物 后来猪八戒在天庭荡天蓬元帅时 玉皇大帝亲自于他 从小说的描写来看 要比如一金箍棒珍贵 让孙悟空吃尽亏的金刚镯 是太上老君当年过寒谷关 化虎为佛时防身的宝物 昆刚团练 养旧一身灵器 善能变化 水火不清 可套猪物 这玩意真是很厉害 二郎神捉孙悟空的时候 非尽心力也难奈何 结果是太上老君用金刚镯 在孙悟空天灵盖上打了一下 让孙悟空跌了一跤 于是孙悟空就被二郎神给捉了 果然是高手交战 胜负只在一线之间 后门 太上老君那头青牛下解围腰 用金刚镯套了诸天神佛的兵器 带孙悟空寿儒来支点到兜帅公来求助时 太上老君才出手收了那头牛 在平顶山莲花洞捆住孙悟空的黄金绳 不过是太上老君的一根腰带 而在这个故事里 太上老君的法宝出现的最多 除了黄金绳之外 还出现了紫金葫芦 玉镜瓶 七星剑 芭蕉扇 这些宝物都让孙悟空吃了不少亏 后来太上老君来收金 银儿童子时对孙悟空说 葫芦是我承担的 镜瓶是我承水的 宝剑是我练魔的扇子 是我扇火的 看到了吧 太上老君随手用的一件物事 都是法宝 试问诸天神佛 有谁的法宝会比他多 后来在诸子国 孙悟空为了帮诸子国国王 就回金圣公娘娘 只身前往麒麟山 找塞太岁的麻烦 哪知遇上了紫精灵 塞太岁自述 这紫精灵也是太上老君 八卦炉中练出来的 后来听观音菩萨说 若不是孙悟空施展计谋 骗了那真的紫精灵 就算是十个孙悟空 也不能近身 可见从八卦炉中 练出的紫精灵的厉害 但话说回来 太上老君乃是道教之祖 练出正多厉害的法宝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